每一个成功的人士,都是一步一步爬起来的,想要有所成就,必须努力学习,提高自己的智慧,丢掉的自己的幻想,先干起来再说,每一个人能够赚到多少钱,都是他应该拿到的。 你所干的事,给你的回报是公平的,大家出来混,都是凭本事吃饭,谁有智慧,谁就厉害,智慧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,所以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。 大部分人的做事的方法都是错误的,一个项目,在不违法的情况下,凡是大部分人认可的,都是不赚钱的,凡是大部分人反对的,都是好项目,能够找到一个好项目,我们就有机会富起来。 一个人能不能富有,不是看他银行喊了的数字,而是看他脑袋里有没有干货,这才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尊严,尊严不是你说出来,而是你努力了,别人给你的,自己给自己的尊严是毫无云义的,别人给你的尊严,才能换来鲜花与掌声。 一个人贫穷,他说想要活得有尊严,那么你只有改变自己,记得小时候,我们过得很心酸,父母却说我们虽然没有钱,但是我们活得有尊严,我们依然过得很好,很多时候,我们无法改变,就是因为我们被身边的人误导了,被自己的环境污染了,思维被限制了,然后我们就会变成社会上没有用的人。 如果不去改变自己的圈子,可能一辈子找不到人生的光芒与色彩,也许有天你明白了,可能已经晚了,当你慢慢的老去,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 年轻的时候,大部分人的父母都不会鼓励孩子去创业,都是教育自己的孩子,只要安安稳稳有个家就行了。 可是当你长大之后,你会发现,之前缺少了点野心,缺少了格局,现在就会过得很苦逼。 我当年想要创业的时候,直接辞职,父母千帮百计则阻止我。 身边的人说,我脑子不好使,压根就没有赚大钱的命,结果我没有答应他们,而是一意孤行。 创业那几年身边的亲戚朋友,都用历史的眼光看我,现在我的事业有了点起色,他们看见我就笑,然后我也没有说啥,也就笑了。 其实在每个人内心深处,都有一个创业梦,谁都不会比谁本,只是大家不能够对自己狠点,有执行力就是最有智慧的人。 不要再让身边的人误导自己了,想要做什么样的事,就不要犹豫,干起来再说,人生只有一次,才应该精彩。 不要再做自己的梦了,也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,这样你只会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。 现在互联网给了大家这么好的赚钱机会,为什么不找一个项目去创业呢? 网络上那么多没有成本的暴力项目,为什么不去试一试? 就算失败了,你还是以前的自己,成功了,啥都有了。 只要我们选择一个正规可持续长久操作的项目,长期的此刻,肯定是会干起来的。 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领域去创作内容,打造一个行业自媒体,文学,言情,美食,文学,科普百科,职场,心理,法律,家庭教育, 情感生活,历史,商业财经,人文,旅游,健康养生,各行业的教育培训等等,任何一个关键词都可以扩展出很多细分领域。 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是非常犀利的项目,都是没有成本的赚钱方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